高雄港理運中心 這叫做高雄港理運中心 整座親像自家族 由美國和台灣的建築署作為合作來建成 今天主要是要入裡面 貧窮它的建築風景 高雄港理運中心 那一支牌 一樓的介紹 目前二樓好像要申請 三樓就可以看了 我家原來看起來很精彩的 你要看看 這個環境看起來的視野非常好 那還可以看到南流中心 南流中心 南流中心的外形也很厚現代 這棟為2013當港到2023六成 這封林樹耶,上面有很多封林 當然需要有現代的踪跡的術 你們都會非常廣闊 這整個重點個高雄港 都通通收入園裡 幾隻在寒死 怕到人 高雄港是一個國際上港 現在經過整理又緊張的美麗了 其實整個基地有八萬平方公車以上 是台上十五層,台下兩層 可以讓母的離家最準是每小時候兩千人 可以讓母的離家 上面是這麼漂亮的建築 這是綠建築 漂亮 聽說可以停兩隻22.5公斤的郵輪 所以來這裡可以借一條Cruise去外國 牢牢洗洗,吃幸福 早前那棟是八十五層的八五大樓 前方像海普洞的建築圍 就是高雄電燈館 這裡有壯觀 早前那應該就是展覽大樓 然後在過去後面看到的那一棟 有折疊的感覺 那個是中鋼大樓 整個建築圈要展現了現代工業幾歲 原來這裡是在吹高雲超風 所以照應在那裡 可以坐到高雄的輕軌捷運來這裡里雲中心 我自己來玩家 我有了電梯可以下去 會離到八道起來囉 好,開開囉 門要開啊 還有這是他的一樓 一樓應該 這也不是一般的公共空間吧 我們這些輕軌坐到什麼都不用錢 現在要錢啊 現在要錢啊 我們現在從這一個一樓 一樓要從人心道走到前面的大門去 入請先按鈕 這樣 變了變了熱 變成可以走了 下課區禁止臨庭 從這裡進去 從這裡進去 這是他裡面的情形 超雄港旅運重新 這是他的大門 我們裡面 多聽啊 對啦 比較漂亮的是三樓 政府的公然就是花錢 來,不分庫,不分庫 我知道黃國昌 我們每天都會結婚 他們就趕快來不分庫 這個地方 鴨屁股,鴨屁股在前面 鴨屁股 這是黃色小鴨 電浪機桿的工程 這個地方 這是設計要做的 Outlook展望台 剛好有一個油田經過 就很濃郁 是很蠻的 所以這個地方 都是衣服的 是衣服的 小鴨屁股 也不像一聲 有很多大鴨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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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大鴨屁股